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具机时间四年 昨晚在会展举行One and Only演唱会 邀请了一班新生代歌手做嘉宾 包括MC 张天赋 泰山 Yoshi Delta T 力俊 王明德 世貌 保琦 张曼莎 和顾定軒等等 二十多位在台上合唱声箭 盛世勁浩大 机仔今晚又和几位嘉宾合唱 当中MC 一出场 就引起全场尖叫 之后还分别与Tyson Yoshi 力俊 带来第二最爱 和Can we try 力俊更耍机仔的yes card 兼成机show 机 令全场嗨爆 对于超额完成演唱会 机仔show后置评 投入感100% 还包图图图图比自己更兴奋 这个三岁人仔 在爸爸彩排时试踏台版 怎知最后玩到不舍得走 那刚才呢 整个show完的时候呢 我不是说 就是Encore完 那我就 我要下台了 Encore完下台之后呢 我竟然是见到 我的儿子站在台底 不是她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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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妈妈抱着她 她原来是忍着眼睡 平时她其实睡了 八点多睡了 但她今晚呢 是頂了我整个show 而且最后是在台底见到她 她第一个反应就是 爸爸我要上台 如果再有一次Encore的时候 我想过是否带她上台 我立即抱住了她 但是FM和导演呢 就在沟通中 因为说有部分观众 即是来场 那有些观众呢 就叫Encore 那那个人流上 他们怕有危险 如果出来之后呢 走走的那些 又立即走回来 那怕有一些人流上的安全问题 所以最后 那一个 第二次再出去Encore 接着我抱着个儿子 我跟她说 现在我们要回去了 接着她眼睛濕濕 很不开心 我完全猜不到她是 因为她平时在家 很喜欢跳舞 我是知道的 她亦都喜欢唱歌 她有跟我说过 要和爸爸一起跳舞 要和爸爸一起唱歌 但我没有想过 她是 那么想站在一个舞台上 这个是 这两天的一个新发现 记制昨晚在台上 说试过以AI 写过给太太和儿子 结果发现不太合作 不过她早就想了一首歌 我其实很想 往后有一首歌 我已经想好了 我想将她 由小到大 就是BB声也好 或者她懂得说话的声也好 集合成了一首歌 我将她高低音调整 然后变成了 好像有意思的句子 但是完全是来自她成长的 每一粒声音 去做一首歌 这是我自己 给自己的一个project 一定要达成的 整件事超有父爱 而基仔对巴后背 一样这么有爱 她说 虽然大家唱歌年姿不同 但在新生代歌手 感受到音乐那团火 令她自己都要继续努力 基仔还做梅人 令所有人 令圣战Family互相帮助 譬如刚刚 最后一首歌 《圣战》里面的各位朋友 我拍MV那天 我跟他们说 我们不如一起开一个group 开一个group 30人在里面 可以互相认识 因为当中有很多 真是一些自己个体 没有公司 他们可能自己 有些是翻唱歌 有些是写歌 因为我在YouTube 看的 我看到有一位 邀请了 我知道原来她是学生 当然也有一些 是签了给一些 非常新的小公司 他们都需要多些资源 所以我觉得 开一个group 可以团结大家 我跟大家一起 譬如 呢 我跟你说 bijvoorbeeld 你懂唱歌 你懂拍MV 然后你懂 rap 那大家可以互相互相互相产生一些火花合作的机会 譬如 你写了一首歌 欠一些預算去拍MV 大家能幫忙嗎 或者你寫了一首歌 需要有一段Rap 要請一個Rap 很貴 你能幫忙嗎 我希望大家形成了一個 大家互相幫助的群組 第二階段 就會邀請一些歌曲寫歌 其實我挺期待大家提議給我 其實我第一階段的 《I Really Love To Sing》 我是由IG和Facebook開始 告訴大家 我想到一個這樣的項目 大家推薦我 所以我也挺期待 第二階段 大家可以在Facebook IG 給我一些意見 特別是一些可能 大家未認識的一些歌曲寫歌 為樂壇出心出力 希望基仔遇到更多有緣人 請大家訂閱、留言 和按讚V1HK的YouTube頻道 再追蹤我們的IG和Facebook 字幕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